关节镜手术后遗症有哪些? 康慧运动医学诊疗中心肩肘病区 因为麻醉师在打麻醉前呢 我们要做很多检查 对患者有一个评估 那么我们基本上在安全保证的框架下进行了一个全麻 所以它的相关风险一般都不出现 当然相关风险包括危急生命的风险 呼吸一条奏停啊 以及其他的过敏呢 但是一般都不出现 它是个小概率 其实呢 它和做其他手术 包括蓝胃手术 风险是一致的 并不是一个大的风险 这个手术还是比较安全的 那么手术本身呢 就牵扯到神经血管 那么神经血管呢 这是医生的一个基本功 一个熟练的监管性医生 是不会损伤血管神经的 这方面老百姓大可以放心 那么关于在术后呢 跟手术相关的 以为手术可能会发生感染 可能会发生粘脸 至于说感染呢 也是个小概率事件 那么监管性手术 由于它的微创 和它在整个的治疗过程中 一边进入盐水 一边出盐水 在不停的冲洗 所以它的感染 比骨壳的其他手术 要低得多 要安全得多 这种粘脸呢 它是通过锻炼可以改善 而玩物性专脸呢 基本上很少出现 所以它总体来说 是一个比较安全的 一创的手术 专家提示 一 关节镜大部分采用的是全麻 干全麻的相关风险是一致的 但是是小概率 二 相关风险包括危急生命的风险 呼吸心跳 症停以及过敏等 三 术后可能会发生感染 粘连 通过锻炼可以改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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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